美中双方都推出了关税政策之后 白宫表示将派美国高层官员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 另外 川普总统将在4月12号到16号出访拉丁美洲 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 川普此行除了拓展美国的贸易机会 也要联合拉美国家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详细情况 请记者黄耀义在白宫来介绍 是的 林森 我们知道美中双方都已经各自宣布了关税的措施 不过还有一段时间才会实施 对此在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 在星期四的早上在美国电视上采访的时候 他就这样说 他说在中国关税正式实现之前 将由美国的高层官员来跟中国方面做谈判 那么这高层官员将会是由美国的财政部长努钦 还有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 来与中国谈判新的贸易的协定 那希望呢 最后我们看到是希望能够避免这个关税贸易战的发生 那么在今天早上呢 同时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 同时也是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 他在白宫也对记者说提到了 他说对美中两国各自提出关税他的看法 我们来看一下库德罗今天早上怎么说 两国都刚刚提出了关税清单 但都还没有落实 我觉得这是重点 我认为美方未来几个月会对关税征求意见 所以我不想给出一个截止时间 那是莱特希泽的指责范围 我只想说还什么都没有 这会是一场大讨论 所有参议员显然都知道 我们也欢迎 是的 我们看到很多外界的分析呢 是认为说库德罗现在是希望能够让华尔街的股市 能够稍微安心一点 所以还表示说呢 国会已经知道这样的讯息 那么也试着要透过各方的协调来解决 现在这个贸易战争的问题 那不过呢 在昨天的星期三 4月4号的时候 川普总统有说过说 这个贸易争端的问题 其实是出在中国本身 那么今天的库德罗 他同样也是赞成川普总统的说法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对我们经济的损害 来自中国的限制性做法 我认为要责怪中国 他们几十年来都在这么做 不应该责备川普 不应该责备川普 是的 那不过呢 现在这个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的竞争 似乎不是只有在两国之间而已 我们知道呢 川普总统将下个星期出访拉丁美洲 他将在这个拉丁美洲去参加这个所谓的拉美的国家的峰会 那么呢 现在好像要把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竞争也拉到拉丁美洲去了 那么在今天早上呢 4月5号的早上 拜登举行的一个背景简报会 来讲这次川普总统到拉美之行的一些主要的目的 那么他提到呢 说将为西半球的国家来提供一个合作伙伴的选项 来对抗有侵略性的外来国家 那么美国之音就 美国珍记者就来询问这个 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说 在这个拉丁美洲巨大投资的国家 所谓的外来国家 听起来就是中国了 那是否白宫的意思就是认为说 美国要联合拉美国家来对抗中国 那么对此呢 这个白宫资深官员表示的确是如此的 那么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我想大致来说 我们再说的是所有在拉丁美洲侵略性的推进其经济手段 并且对西半球没有益处的外来国家 中国当然是其中之一 而且可能是最长期的外来国家 他们当然是其中之一 在经济政策上 川普总统一直很清楚的表明 中国在当地的经济侵略对西半球没有好处 应该持续选择美国作为合作的伙伴 那我们也知道呢 中国其实已经把他的一带一路延伸到拉丁美洲了 那么就在今年初2018年的1月呢 在这个第二届的中拉论坛上 智利的总统巴切莱特 前总统巴切莱特就曾经说过 他说呢 中国的一带一路为拉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 那么智利呢 将会积极的在一带一路的发展上起到积极的作用 那么此外呢 所以今天在这个背景解报会上 就有拉丁美洲的媒体就质疑了 说多年来呢 我们看到中国以救世主的姿态 在这个拉丁美洲有许多巨额的投资 那么同时呢 也跟拉美国家都已经建立了 这个有利的这个伙伴的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看来川普总统反而是 一方面跟中国打贸易战 一方面要退出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 另外一方面呢 还要反对美国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那我们也知道呢 墨西哥秘鲁以及智利也都是TPP的成员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川普总统还有美国到底要拿出什么样的筹码 跟中国在拉丁美洲竞争 那么对此呢 川普总统 川普政府的资争官员则是表示说 他说呢 我不认为这是贸易战的议题 川普总统已经很清楚的说明 我们追求的是对美国公司 以及美国经济在该地区受到公平互惠的贸易对待 总统将推广以市场为基准的贸易 国际贸易以及投资关系 获得让美国公司被公平互惠对待的承诺 并且让美国公司进入当地市场 我们将追求美国出口订单 并且寻求能够让美国工人 美国农民 能够增加工作机会的市场 我想你会期待任何一位好的领导人 会不断推进对自己人民有好处的价值观 以及愿景 那么也知道呢 除了贸易问题之外 其实很多拉美国家也对川普总统的移民的立场 感到十分的担忧 所以是否真的能够成功的拉拢 拉美国家来对抗中国 川普总统下星期的拉丁美洲之行将是十分关键 林森 好 谢谢姚一 这是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客户